隔空夾娃娃 它怎么办到的 台北市巴德商圈又有大型资讯卖场进驻 资通大厂无不抢进社会 其中全球知名的半导体大厂 开设亚太区第一家独立概念店 大打体验式行销 邀请民众亲身感受最新科技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机器 是用RealSense的一个技术做的夾娃娃机 那传统的夾娃娃机我们可能是用摇杆操作 但我们这个RealSense其实是用体感的方式来 去做一个夾娃娃机的操作 半导体科技除了应用在体感技术 另外也可以应用在3D列印 投影技术 电竞或一般电脑配备上 这些吸睛产品现场都有展示 公民众自由参观 直接操作体验 其他PC大厂的柜位也摩拳擦掌 在产品展示和行销下功夫 希望吸引人潮和买气 我们希望至少每个月能创造50万的人潮 那当然我们还是后续做加密资和观望 那我们也希望在市府的协调下 做整个大商圈的共同计划 能够创造比我们预取更多的人潮 业者表示 自动和台北市政府BOT开发的资讯卖场大楼 全董12层楼 目前商场部分规划到7楼 除了数位产品 还有动漫 影音和金子等主题的楼层 至于8楼以上的楼层规划 还在和市府协调中 中央市集有吴家豪 台北报导